阿诺穆萨本身 他加入伊党之后 没有引起太多的 我觉得 没有引起太多的 关注点跟曝光力 可能是因为 他加入伊党之后 他对伊党的贡献 并没有说到太大 因为他本身是来自吉兰丹 那么吉兰丹已经是 伊党的敖累了的 那么 阿诺穆萨的加入 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他没有真正带来 雪中送炭的效果 所以雪中送炭的效果 就是能够帮伊党 开拓飞马来选票 那么阿诺穆萨 他办不到这个角色 那么如果现在 现在有任何一个政党 或者是任何的人士 能够跟国盟 不管是跟土端党也好 还是跟伊党也好了 总之你跟国盟讲说 你把我拉进来 你给我一个区 我能够帮你争取到 飞马来选票 尤其是华裔 那么这个就能够让国盟争执 能够让国盟觉得你的价值 以及你的重要性 但是在阿诺穆萨的课题上 他真的只是锦上添花 他对强化伊党的作用 其实他不大 因为巫统跟伊党 竞争的票源都是同样性质的 都是竞争马来人的选票 他不是竞争印度人选票 或者是竞争华人的选票 那么如果他能够拉到更多华人 跟印度人的票的话 那么阿诺穆萨就有这个价值了 目前我看不到他有这个价值 所以他的话题性不高 如果Kairi加入国盟的话 这个效果就不同了 因为Kairi他能够帮国盟 不管是土端党还是伊党 他能够帮国盟开拓新的票源 这个就是Kairi的价值存在 但是阿诺穆萨他没有办法 为国盟开新的票源 所以他加入伊党之后 伊党也没有说 我委任你一个什么中委 还是最高理事 委任你一个职位 没有 但是Kairi就有 Muhidin有offer的 如果你进来的话 你会是最高理事 已经有个位置 有个党值等着你了 但是Kairi没有 没有给出正面的这个回应 不过他有说 他会在这个礼拜会去见Muhidin 所以这个礼拜见了Muhidin之后 会不会有新的进展呢 不得而知 可能会有吧 OK Muhidin之后 Muhidin之后